黑漆七八糞其實在國外很流行 也只掌揚他當年在國外發現這個項目 開始導致時間研究 我那時候就有一個理念 如果我們可以說 一個一個分離 讓他不要 不要念這位又不會超輸 要怎麼來做 一直做不斷的實驗 包括我們太太 他也常常說 我怎麼孫的 一枚起來五、六百 所以說在當年有人說 原本我的頭髮是很好 但是因為他就研究這樣 頭髮一直漏一直漏 黑漆七經過特殊的技術分離 讓我們一顆一顆鑽燃分開 也定義完整保留完美 他的好處就是怎樣 他放在零下五十度的冷凍裡面 它是不折兵的 一顆一顆分離的 他的好處就是說 出去你帶出去外面 放半鍋的不用冰 他也不好 只要你想怎麼吃 他就可以吃 你的香味完全滲入在飯的當中 所以說他的口感 十一次你愛的是四人 這種特殊的口感 真是日本人的喜愛 是上客來加力日本料理 加上這種黑虹人分離的技術 並沒有很多國家有 讓這個黑虹人在日本銷料特別好 台灣的因飾 一個料理的習慣 讓張煩一層推出的黑虹產品 在台灣弄臨很多的口感 不過他還是繼續 都在打開台灣市場 和希望政府黨員 可以大力支持 再來虹人產品的規劃 讓台灣的虹人發展 怕地 世界頭前 記者力加三 暢報道